国民党北市八位立委参选人进行登记 对于蓝白河僵局身为小鸡的参选人 被问到是否会焦虑担心 立委赖世宝说原本觉得很失望 但这两天似乎郭台铭有意当统窟 表示任何人来促成蓝白河 台湾民众会感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又有一些 信息区的变化 这郭董好像要做统窟 我想这个时候任何人做通窟 能够促成侯克佩 能够真的完成六成以上的人民的期待 政党轮替 这个人的话全台湾人民会感谢他的 那侯友宜很清楚 他说他愿意登到最后一刻钟 最后一秒钟 只要柯文哲没有来登记政府总统 他就一直登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成立出来的 立委参选人徐草新议员认为 明天11月24号就是登记截止日 不管决定是什么就赶快做一做 不能和也有策略 最后50天都会礼品到底 整个蓝白河的合作最重要的过程 都是柯文哲主席他的看法 他的观点 他对于未来的评估 所以过去他提到如果蓝白没有和 那这个胜选的风险很高 那会导致中华民国可能兵凶占围 或是经济出现状况 这些我都给他高度的肯定认同的评价 那所以也希望就回到我们的初衷 为什么蓝白要和谈合作 我们的共同理念 那在最后一天大家再继续努力 所以我对于所有在蓝白河的过程当中 还在努力的人 我们都绝对不会口出恶言 我们都希望还有时间 大家继续的来努力 被问到若是蓝白不合之后 是否需要柯文哲站台 立委参选人张思刚议员认为 蓝白要有共识 而立委参选人钟小平议员则认为 有蒋万安侯友宜 韩国瑜三只母鸡也就够了 当然会焦虑会担心 但是心里面也要有定见 万一没有成的话 这个选举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就做最坏的心理准备 但是做最好的打算 不论如何 这个选举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要争取胜选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蓝白两个党有共识 没有共识的话 我们很难进行来邀请站台 或是相关的助选的操作 因为到时候你没有一个共识 你在现场SOP要怎么跑 然后柯文哲很重视SOP 那喊完张四刚动算之后 我们要不要喊柯文哲动算 和柯文哲加油 所以这个部分蓝白一定要有共识 共识之后相互邀请合作 这样比较容易达成 当然希望能合更好 然后不能合的话 其实我认为这三只母鸡也够强了 足可一搏 我们就有很大的胜算 至少在中中 全台北市也差不多 我们大概中山 北松山跟中中华市 台北市的章鱼隔平均值 八个区嘛 有蓝有绿嘛 这两个区算是在中间的 参选登记进入倒数季时 不管最后蓝白合不合 对于参选立委的小鸡来说 最坏的打算就是最好的准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